这节课我们来学习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循环神经网络 这节课的内容是Simple RN,以及用Keras编程实现Simple RN 现在RN没有以前流行,尤其是在自然语言处理的问题上RN已经有些过时了 如果训练数据足够多,RN的效果不如Transformer模型 但是在小规模的问题上,RN还是很有用的 我们先来学习RN,之后再来学习Transformer和Bert 机器学习中经常用到文本、语音等Sequential Data,时序数据 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对时序数据来建模 上节课,我们把一段文字整体输入一个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 让模型来做二分类 这属于One to One模型,一个输入对应一个输出 全连接神经网络和卷积神经网络都属于One to One模型 但是人脑并不用One to One模型来处理时序数据 人类并不会把一整段文字全部直接输入大脑 你阅读的时候,你会从左到右阅读一段文字 阅读的时候逐渐在大脑里积累文本的信息 阅读一段话之后,你脑子就积累了整段文字的大意 One to One模型要求一个输入对应一个输出 比如,输入一张图片,输出每一类的概率值 One to One模型很适合图片的问题 但是不太适合文本问题 对于文本问题,输入和输出的长度并不固定 一句话可长可短,所以输入的长度并不固定 输出的长度也不固定 比如,把英语翻译成汉语 一句英语有十个单词 翻译成汉语可能有十个字,可能有八个字 甚至可能是四个字的成语 输出的汉语的字数并不固定 由于输入和输出的长度都不固定 One to One模型就不太适合了 对于时序数据,更好的模型是Many to One 或者是Many to Many模型 RN就是这样的模型 输入和输出的长度都不需要固定 RN很适合文本、语音、时序序列等数据 RN跟人的阅读习惯很类似 人每次看一个词,逐渐在大脑里积累信息 RN每次看一个词,用状态向量H来积累阅读过的信息 我们把输入的一个词用WordingBetting变成一个词向量X 每次把一个词向量输入RN 然后RN就会更新状态H 把新的输入积累到状态H里面 H0里面包含了第一个词The的信息 H1里面包含了前两个词The Cat的信息 以此类推 状态H2包含了前三个词The Cat Set的信息 最后一个状态HT包含了整句话的信息 可以把HT看作是从这句话The Cat Set on the Mat抽取的特征向量 更新状态H的时候需要用到参数矩阵A 注意一下,整个RN只有一个参数A 不论这条链有多长,参数A只有一个 A随机初始化,然后利用训练数据来学习A 首先讲Simple RN 简单循环神经网络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Simple RN是怎么把输入的词向量X结合到状态H里面 上一个状态记作是HT-1 新输入的词向量记作XT 把这两个向量做Concatenation,得到一个更高的向量 这个矩阵A是RN的模型参数 这里计算矩阵A和这个向量的乘积 矩阵和向量的乘积是个向量 然后把这个激活函数用在向量的每一个元素上 这个激活函数是Hyperbolic Tangent Function 双区正切函数 输入是任意时数 输出在-1到-1之间 把激活函数的输出作为新的状态向量HT 由于用了双区正切激活函数 向量HT的每一个元素都在-1到-1之间 这张神经网络的结构图可以这样理解 新的状态HT是旧状态HT-1 和新的输入XT的函数 神经网络的模型参数是矩阵A 新的状态HT 依赖于向量HT-1 向量XT 以及矩阵A 来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这个双区正切函数作为激活函数 能否把这个激活函数给去掉 去掉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做个简化 假设输入的磁向量X全都是0 这等同于把输入的磁向量X给去掉 把矩阵A右边这一半也去掉 这么一来 第一百个状态向量H100就等于矩阵A乘以H99 它等于矩阵A的平方乘以H98 一直等于矩阵A的100次方乘以向量H0 假如矩阵A最大的特征值略小于1 比如最大的特征值等于0.9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0.9的100次方非常接近0了 所以矩阵A的100次方几乎是一个全0的矩阵 那么新的状态H100几乎也是个全0的向量 假如矩阵A最大的特征值略大于1 比如最大的特征值等于1.2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1.2的100次方等于8000多万 所以矩阵A的100次方的元素都超级大 那么新的状态H100每个元素也都巨大 假如循环的次数更多 或者A的特征值再大一些 状态向量就会blow up会爆炸 假如没有这个激活函数 数值计算的时候很可能会出问题 要么计算出的结果全都等于0 要么爆炸了数值全都是not a number 用这个激活函数 每次更新状态H之后 都会做一个normalization 让H恢复到-1到-1这个合适的区间里 我们来数一下simple RNN有多少个模型参数 先看一下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维度是H的维度加X的维度 所以A必须有H的维度加X的维度这么多列 A的行数等于向量H的维度 所以矩阵A的大小就是H的维度乘以H的维度加上X的维度 这个乘积就是simple RNN参数的数量 上节课我们用logistic regression来判断电影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这节课我们改用RN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搭一个神经网络 最底层是word embedding 它可以把词映射到向量X 词向量的维度由你自己设置 你应该用cross validation来选择最优的维度 我这里设置X的维度是32 然后搭一层simple RNN layer 输入的是词向量X 输出的是状态H H的维度也是由你自己设置 应该用cross validation来选出最好的维度 我设置H的维度是32 我这里H和X的维度都是32 但这只是个巧合而已 H和X的维度通常不一样 前面说过状态向量H积累输入的信息 比如H0包含第一个单词I的信息 H1包含前两个词I love的信息 最后一个状态HT积累了整句话I love the movie so much的信息 你可以让carus输出所有的状态向量H 也可以让carus只输出最后一个向量HT HT积累了整句话的信息 所以使用HT这一个向量就够了 我只使用HT 把前面的状态全都给丢掉 HT相当于从文本中提取的特征向量 把HT输入这个分类器 分类器就会输出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 0代表负面电影评价 1代表正面评价 然后设置这些超参数 设置vocabulary是1万 意思是词典里有1万个词汇 embedding dimension是32 意思是词向量X的维度是32 word number是500 意思是每个电影评论有500个单词 如果超过了500个单词 就会被截掉只保留500个 如果不到500 就用zero padding补成长度等于500 state dimension是32 意思是状态向量H的维度等于32 现在开始搭网络 首先建立一个sequential模型 model 然后往model里面加层 首先是embedding layer 它是把词映射成向量 然后是simpleRN layer 需要指定状态向量H的维度 state dimension 最后是个全连接层 输入RN的最后一个状态H 输出一个0到1之间的数 这里我设置RN层的return sequences等于false 意思是RN只输出最后一个状态向量 把之前的状态向量全都扔掉 这是模型的一个概要 embedding层的输出是一个500乘以32的矩阵 500的意思是每个电影评论有500个单词 32的意思是每个单词用32维的词向量表示 simpleRN的输出是一个32维的向量 它是RN最后一个状态向量HT 前面所有的状态向量都已经被扔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RN层的参数数量 它有2080个参数 是这么算出来的 H的维度乘以H的维度加上X的维度 这是矩阵A的大小 后面一个32来自于intercept 也叫bias偏移量 RN默认使用intercept 但这个不重要 不用管它了 搭好模型之后 编译模型 然后用训练数据来拟合模型 编译模型的时候 指定算法是RMS prop 损失函数是cross entropy 评价标准是accuracy 然后用训练数据来拟合模型 我让算法运行三个epox 我只让算法运行三个epox 是因为出现了overfitting 三个epox之后 validation accuracy会变差 提前让算法停止运行 这叫做early stopping early stopping 让算法在validation accuracy 变差之前就停止 最后 用测试数据来评价模型的表现 把测试数据作为输入 调用model.evaluate 返回loss和accuracy 测试的accuracy 大约是84.4% 它比上节课的logistic regression 要好很多 上节课的logistic regression 测试accuracy 大约是75% 这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训练准确率是89.2% validation准确率是84.3% 测试准确率是84.4% 刚才我搭模型的时候 只使用了rn最后一个状态ht 把之前的状态全都丢掉了 你想用h0到ht 所有这些状态也完全可以 如果你让carus返回所有状态 rn的输出就是个矩阵 矩阵每一行是一个状态向量h 如果用所有状态 需要加一个flatten层 把状态矩阵变成一个向量 然后把这个向量作为分类器的输入 来判断电影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只需要把前面的网络结构稍作改动就可以了 之前rn层中的return sequences设置是false 只让rn返回最后一个状态向量ht 现在把rn层中的return sequences改成true 这样rn就会返回所有状态向量h 然后再加一个flatten层就好了 一共就这两处改动 这是网络结构的一个概要 以前我只让rn输出最后一个状态 所以rn层的输出是一个32维的向量 现在我让rn输出所有状态向量 所以rn层的输出是500乘以32的矩阵 500的意思是电影评论里有500个单词 所以一共有500个状态向量 每个状态向量都是32维的 这是实验结果 训练准确率是96.3% validation准确率是85.4% 测试准确率是84.7% 跟之前比起来并没有提升 之前只使用最后一个状态 测试准确率是84.4% 在这个应用中 用最后一个状态或使用所有状态 最终测试准确率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下面来看看simple rn 这种简单的模型有什么缺陷 我举个例子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给定半句话 要求预测下一个单词 比如输入是clouds are in the 正确的输出应该是sky 如果在大量文本上训练rn rn应该是有能力做出这种预测的 在这个例子里 rn只需要看最近的几个词 尤其是clouds are rn并不需要更多的上下文 并不需要看得更远 这个例子是对simple rn有利的 simple rn很擅长这种short term dependence simple rn的缺点是不擅长long term dependence rn中的状态h跟之前所有输入的x都有函数依赖关系 照理来说 如果你改变输入的单词x1 那么之后 所有的状态h都会发生变化 但实际上呢 simple rn并没有这种性质 所以很不合理 如果你把第100个状态向量h100 关于输入x1求导 你会发现导数几乎等于0 导数几乎等于0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你改变x1 然而h100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也就是说 状态h100跟100步之前的输入x1几乎没有关系 这显然不合理 这说明状态h100已经把很多步之前的输入给忘记了 simple rn的遗忘会造成一些问题 我再举个例子 这是很长的一段话 一开始是 I grew up in China when I was a child 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 到了很多句话之后 来了这么一句 I speak fluent 我会说流利的 下一个词应该是Chinese 我小时候在中国 所以我应该会说中文 然而simple rn不太可能会做出Chinese这个正确的预测 因为rn已经把前文给忘记了 simple rn很擅长short term dependence rn看到最近一些单词是speak fluent 所以呢 rn知道下一个单词应该是某种语言 可能是English Chinese French Japanese等等等等 但正确答案是Chinese 因为上文有 I grew up in China when I was a child simple rn就像鲸鱼一样记忆力只有七秒 rn根本记不住上文有 I grew up in China这句话 所以呢 I speak fluent 预测单词很可能是English French等任意一种语言 未必是Chinese 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rn是一种神经网络 但是它的结构不同于全连接网络和卷积网络 rn适用于文本语音时序序列等数据 rn按照顺序读取每一个词向量 并且在状态向量h中积累看到过的信息 h0中包含了x0的信息 h1中包含了x0和x1的信息 ht中积累了之前所有x的信息 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是 ht中只包含了xt的信息 这是不对的 ht中包含了之前所有输入的信息 可以认为ht就是rn从整个输入序列中抽取的特征向量 所以我们只需要ht就可以判断电影评价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 rn有一个缺点 rn的记忆比较短 它会遗忘很久之前的输入x 如果这个时间序列很长比如好几十步 最终的ht已经忘记了早先的输入 下节课我们学习LSTM LSTM的记忆会比simple rn要长很多 但是LSTM也还是有遗忘的问题 这节课主要介绍了simple rn simple rn有一个参数矩阵a 它有可能还有一个intercept参数向量b 这节课我忽略了这个参数向量b 这个参数矩阵的维度是h的维度乘以h的维度加上x的维度 参数矩阵一开始随机数式化 然后从训练数据中学习这个参数矩阵 注意simple rn只有一个参数矩阵 不管这个时序有多长 参数矩阵只有一个 所有模块里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感谢大家观看 下节课我们学习LSTM